高总 您好 终于把你判来了 因为我在想 这世界上 怎么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呢 你回国的目的 我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劝你 不必劝我 即使你知道 我是李家上的叔叔 但我并不姓李 因为 我是私生子 我曾经也是 李牧研究所的负责人 但李家一直不肯认我 这个李家呀 实在是太可怕了 你和你的父亲 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我记得酒会上 您给我看过一个吊坠 那个 是随手捡大的 后来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 想想那个时候 是真的很美好呀 我跟你父母是很好的朋友 我记得 你的父母 还带着这么高的你 跟我们一起聚会 当然 那个时候你可能年龄太小 不记得我了 我确实不记得了 车祸之后 我失忆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死啊 高叔叔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死啊 这个嘛 我可以告诉你 但你要向我保证 不能告诉李家的人 我保证 因为我不想再惹什么麻烦了 我保证 其实 当时我一直怀疑 郑义的事件报告作假 我在郑义的办公室 按了一个摄像头 你不要怪我太下作 不 人老了 胆子就笑了 总归要留个后手保命啊 我知道 你已经有所行动了 但是 我什么都没找到 你先看看这个 你第一天 我 irrig个人 往脚 流控 母子 受谓 决子 好